台中一名76岁老先生发生了车祸 他连人带机车被卷入了车轮的下方 动弹不得 现场总共有七位民众 他们用双手抬起了1.5公顿的休旅车 保住了老翁一命 76岁的老翁躺在冰床上 左膝上包着大大纱布 脸和手还有多处擦脱伤 但他直说这命真的是被救回来的 当时路口冲出一台休旅车 而左车轮下就卡了真名老翁 连人带机车整整被拖行了12公尺 车祸发生不到5秒 七位热心民众纷纷抢载黄金时间救出老翁 他有拿那个顶车子的想要起来顶 我们叫他不要动 就一群人把车抬起来 他还蛮紧张的 叫他不要乱动 叫他先坐着休息 调局行的老板和几名吊客 听到声响顾客的一旁还有很多来车 男男女女等不及千斤顶把车抬起来 其人合力徒手救出老翁 重达1.5公顿的休旅车和机车 如果没有路人帮忙还真的抬不起来 救护车到场也连忙将老翁送上 担价送一 还好老翁如今平安 不幸中的大幸 让他更加感谢这七位无名英雄 接着李孟章业颖 SNG小组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